那所以呢老王 每一次的重大新聞事件災難 都有人發災難財 現在大家都想用一顆藥來發大財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發大財的故事 我們可以看這個是北京的這個 藥品的報關的報關單 就是因為現在呢 這一家美國的公司吉利德 已經把部分的藥已經透過同意 已經送到北京 因為在北京醫院裡面有270例 已經在做第三期的人體臨床實驗了 那這個不知道為什麼被流出來 這個藥品的海關報關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金額是 100cc的這個藥 這個藥就叫瑞德西韋 100cc的藥大概是2美分 注意就是他報關海關上面的價錢 可是如果你去看到中國官方 中國的網站那個生技網站 有巡價的網站 上面100cc是賣到多少 賣到35,550元人民幣 你沒聽錯 原價是0.02美元 賣到35,000元人民幣 100毫升 所以絕對是大暴力 你可以看整個報關的總金額 也不過才56,405美元而已 那居然一個100毫 100cc在中國可以直接暴漲 100cc就變成35,000塊人民幣 所以是大暴漲的條件 35,000塊人民幣是十多萬台幣 十多萬台幣 然後這個兩美分是才幾塊台幣 0.02美元 那是要刷一台幣 哇那很難刷 對啊 這真的是暴利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批藥廠送了多少藥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總價報關單的數據 後來盒下來是56,000多美金 然後呢 報關的數量說是2843核 對 然後每一核的單價 他說是19.84 那因為他是靜脈注射的這一個藥劑 所以呢 一共是71,000cc 所以他才用 毫升 所以他才用每100毫升多少錢 他去做一個換算 好 所以等於 這一次吉利德給了一部分藥 反正總而言之有限 就是能夠用到原廠藥是很珍貴的 非常珍貴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這一個就我剛才說 那個中國的生技的官方 這個藥品的網站 上面有的藥品是可以買賣的 可是你可以看這個吉利德藥 他是預期的價格 目前還沒辦法拿到 預期的價格10cc 我們以剛才這個關節提到那個部分 我們把它加減乘除嘛 你可以算出10cc 因為剛才那個100cc是要尋價的 那是網友去尋價 那我們直接看到網站上面寫 10cc是7650塊人民幣哦 他成本是多少 按照剛才去除的話 10cc也不過9.3塊錢的人民幣 可是在這個網站上面 他預期推測未來售價是 7650塊人民幣 9.3到7600 7600人民幣等於是要3萬多台幣 那就是822倍 這就研發出關節之前有講過的啊 大家你有錢你是要去買這種新藥 還是你是想這種複製藥 這種學民藥哦 這就是大家後面可以討論的 我們往下看去 其實這個最近這個吉利德 股價有大漲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中國 中國多風 因為你看剛才這個報價 一進到中國 就馬上災難才變822倍哦 這兩家公司是在入股掛牌的哦 他們都有過去都有跟這一家吉利德做中間體的這個原料的銷售 就以前就有了不是這個藥物 然後他們現在就出來講說哦 吉利德有來跟我們詢問 但是研發過程還不確定 啊股價就先飆 這禮拜總共五天嘛 這兩家五天五根漲停板啊 這就是市場的瘋狂嘛 股票市場的錢先賺到 就是這樣嘛 就刷大財嘛 那我們再來看 吉利德最近跳出來了 因為他發現中國去搶這個專利嘛 對 原本他是不太理他 但昨天發言人出來講一句話 他出示了這份文件 你可以看左上角那個是什麼時候申請的 是2016年他就告訴 我在中國早就有申請了 但是發言人說 問題是你們沒有核准 哦 可是現在又有人提出來 那這就好玩啦 到底是先申請的人呢 是有資格的 還是說後申請的人 他有官方的實力 會獲得這個專利權嘛 那接下來吉利德態度很明顯 他說我先救人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款藥其實是過去用在伊波拉病毒的啦 左邊這個角 那右邊這一定在北京 他們開始在他研討會 就是當下的照片 這幾天的照片 就在北京醫院 他開始做臨床實驗的探討啦 我們可以再往下去看下去 這一個不只剛才的關鍵點 很多藥廠都要研發嘛 那個不只吉利德 我們包括這個大廠哦 江森跟這個陽森 他們一起合作 因為我不是這個藥學系的 我只能提起 這個是他們官方網站江森 告訴大家 我已經在做這樣的研究 那江森其實是世界排名哦 市值排名前幾名 銷售額排名第四名的啦 那我就要看這個吉利德 我們來看一下公司一下 各家公司過去也曾經大漲 其實如果你以市值來說 他也800多億美元 他不是大漲 但是如果你以銷售而來看 他現在是全球第十大藥廠哦 不會說 哎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是賣這個吸乾 而且他最近賣什麼 賣HIV賣到翻掉啦 就是這個艾滋病 那你可以看到過去 曾經一波大漲漲了四倍 那個原因 那漲四倍原因就是因為 艾滋病跟這個吸乾 那吸乾因為他的滋力高到九成以上 所以現在反而 因為他賣得太好 他救太多人 反而股價漲不起來 那他過去厲害 就是他他他不是自己連賣 他是透過很多併購 那包括併購是艾滋病的 包括併購這個吸乾的藥廠 所以他造就他一波大漲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併購 201前併購這個凱特治藥 凱特治藥做什麼 做癌症的免疫細胞療法 所以這也許是為了他一個經濟母 我們可以再往下看下去哦 我剛才提到我們看 這個是他去年的財報哦 財報賣的賣的銷售藥品 第一名哦 那個成長最多三百三倍 三百%三倍藥品就是HIV 真的他這一系列都是愛滋的相關藥 因為他的吸乾已經慢慢沒落 他就開始做這個嘛 然後餅乾應該乙乾就是吸乾 餅乾是吸乾嘛 乙乾是鼻乾嘛 所以他最大宗是愛滋藥 然後這個鼻乾吸乾 可是吸乾慢慢在沒落 那接下來因為看股價盤整 他接下來寄望啦 當然就寄望這個冠狀病毒啊 當然我們知道冠狀病毒 他可能有有期間 他不像那種愛滋病很久 但是至少對這家公司來說 他寄望他成為一個強心技能